自古以来,中国就是一个拥有辽阔疆域的大国,甚至一度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大国,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,一些曾经属于中国的地区最终脱离了中国的版图,独立了出去,他们分别是哪些国家,脱离中国版图后发展如何呢? 蒙古国,一百多年前,苏联还没有成立,叫做沙俄,他们崛起于苦寒之地,对我国领土和边界一直有着觊觎之心,包括拉达克、北加尔湖等,其中,近百年外蒙古的独立,也是他们在背后捣轨,外蒙古位于我国北部,占地面积157万平方公里。 是世界上第二大内陆国家,仅次于哈萨克斯坦的272万平方公里,外蒙古自元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,就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,明朝时期似有波折,但清朝又完全臣服于我国,直到清末,在西方列强的干预下,以及沙俄的觊觎下,外蒙古逐步脱离我国,选择了独立,这一与我国保持了七百余年的外蒙,就这样脱离出去, 多少令人惋惜,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,他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时,蒙古都是一大块完整的领域,在当时并没有内蒙和外蒙之分。 到了明朝,当时完整的蒙古分裂成了东,西两部分,西蒙古叫瓦剌,东蒙古叫达达,这两个部落一直都是大明的隐患, 时不时会侵扰一下大明王朝,明末清初,大明衰微,后今崛起,后今一方面入主中原取代大明, 另一方面针对北方的蒙古部落实施了有拉有打,愤而置之的政策,加以对蒙古的统治, 拉的是漠南蒙古诸部落,当时后今与这些部落进行了联姻和结盟, 被誉为蛮蒙一架,而打的是一些不听话的蒙古部落如准嘎尔布等。 甚至有的到了康熙,乾隆年间才被打服,清朝完全统一蒙古后,为了便于管理, 将蒙古分为了内蒙和外蒙两部分,其中,内蒙古由清朝派官员进行管理, 而外蒙古由各个旗的世袭的负责人进行管理,这样一来, 其实就给外蒙的脱力和独立埋下了隐患,在清朝晚期的文书中, 已经开始出现内蒙古和外蒙古的概念了,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, 清朝加速衰退,而位于我国北部的体量庞大的沙俄开始崛起, 那时起,他们就有了觊觎外蒙之心。 1854年,沙俄的东西伯利亚总督莫拉维约夫就明确表示, 中国一旦发生动荡,也不应容许中国新政府把权力扩张到蒙古, 在这种情况下,蒙古应该受到俄国保护。 在这样的背景下,沙俄开始向外蒙古地区派遣探险队, 考察队,向外蒙古的活佛巴士哲不尊丹巴进献大量珍宝, 让外蒙古人渐渐产生了清俄的思想, 哈萨克斯坦,全球最大的内陆国, 曾与元朝纳入中华版图,后因清廷衰微, 落入苏联掌控,苏联解体后,哈萨克斯坦重获独立。 但其发展之路布满经济,坐拥丰富矿藏, 却困于广袤荒漠,半荒漠地带,水资源匮乏, 人口稀疏,自然条件严酷, 尽管依赖石油产业暂时缓解贫困, 但单一经济结构隐患重重,可持续发展之路, 极带探索,倘若能在中华引领下, 破茧成谍,或许诸多难题, 早已迎刃而解,这个位于中亚的国家。 在苏联时期, 曾是苏联的一部分, 随着苏联的解体, 哈萨克斯坦在1991年宣布独立, 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, 继承了苏联时期的大量工业基础, 和能源资源, 但由于过度依赖能源出口, 工业结构单一, 农业基础薄弱, 以及基础设施老化等问题, 其经济发展一直面临挑战。 此外, 哈萨克斯坦在政治上, 也面临着一定的不稳定因素, 如腐败问题, 民族矛盾等, 这些问题都对经济发展,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。 越南, 秦时纳入华夏, 历经反复离合, 最终走上独立之路, 虽在近代长期作为中国藩属, 法国殖民统治后, 又在抗美元月中获得中国无私援助, 实现统一, 燃独立后的越南, 发展步履维艰, 政经困局与民族, 宗派纷争交织, 农业经济转型乏力, 兴而纪念来。 越南与中国紧密合作, 经济实现飞跃, 方之携手中华, 乃通往繁荣之政党, 越南位于东南亚半岛东部, 与中国有着长达数千年的交往历史, 在封建王朝时期, 越南曾是中国的藩属国, 然而, 随着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列强的侵略, 越南逐渐走上了独立的道路, 独立后的越南, 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, 但由于工业基础薄弱, 农业技术落后, 内部民族和宗教矛盾复杂, 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等因素的影响, 其经济发展速度一直较为缓慢, 此外, 越南与中国在领土争端等问题上, 也存在一定的争议, 这对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,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, 瓦图共和国, 曾为中华版图内一语, 却在民国动荡之际, 因地处中俄夹缝, 民族信仰独特, 逐渐萌生离心力, 独立后的瓦图, 非但为踏上繁荣坦途, 反因盲目发展, 误入歧途, 跌入全球贫困国家之列, 医疗, 教育匮乏, 自然灾害频发, 民众生活困苦, 幸福感低迷, 铁路建设之后, 犹如经济发展, 动脉梗梗阻, 人口流失严重, 四分之一国民远赴他乡谋生, 留下空壳般的家园, 未来何去何从, 瓦图共和国仍在迷雾中摸索, 前景扑朔迷离。 中国的领土历史和发展, 中国的领土历史, 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, 其领土曾经延伸至海外岛屿, 然而, 随着历史演变和外部因素的影响, 中国的领土逐渐缩小, 中国陆地领土的流失, 主要发生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, 包括对俄罗斯的失地, 以及对日本的割让, 这些失地, 不仅对中国的国力造成了巨大损失, 也对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带来了挑战, 这五个国家分别是蒙古、越南、 塔吉克斯坦、 哈萨克斯坦和图瓦共和国, 这些国家的独立背后有着各种不同的原因, 如历史、文化、民族认同等, 其中, 蒙古的独立源于二十世纪初爆发的革命, 而越南的独立则与抗击外来侵略有关, 第三段, 蒙古的独立和发展, 与内蒙古的对比, 蒙古是中国的邻国, 它在二十世纪初实现了从中国独立出来的目标, 蒙古的独立不仅改变了该国的政治格局, 也对中国的边疆安全构成了挑战, 与此相比, 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作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划, 始终保持了与中国大陆的紧密联系, 越南是中国的南岭, 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, 然而, 二十世纪的战争和外交纷争, 导致了越南从中国独立出来, 并与中国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, 如今, 尽管两国保持着友好的邻国关系, 但也面临着一些历史问题和经济竞争, 第五段, 塔吉克斯坦的独立和经济发展困境, 塔吉克斯坦是中国的西领, 它在1991年由苏联独立出来, 然而, 塔吉克斯坦面临着诸多经济困境, 包括贫困、就业问题和基础设施建设不足, 塔吉克斯坦需要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, 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, 哈萨克斯坦是中国的西领, 并且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国家之一, 独立后, 哈萨克斯坦迅速崛起为一个重要的地区大国, 并与中国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, 双方的经济互补性和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, 为两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, 第七段, 图瓦共和国的历史和落后发展, 图瓦共和国是中国的北林, 它是中国承认的一个国家, 然而, 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和经济发展之后, 图瓦共和国一直面临着经济困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挑战, 图瓦共和国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, 共同推动经济发展, 这些独立国家面临着各自的发展困境和问题, 如贫困, 经济发展之后, 基础设施, 建设不足等,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独立国家自身的努力, 同时也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, 第九段, 维护中国领土安全和国际地位的挑战和展望,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庞大领土的国家, 需要将领土安全放在重要位置, 并努力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, 中国还需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, 通过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, 共同应对世界面临的各种挑战, 总结独立并非国家发展的灵丹妙药, 其发展需要自身努力和国际环境的支持。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